1962年10月份 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 此前 印度一直对外宣称 他们有着全世界作战水平一流的空军 然而对印自卫反击战中 这支空军却并没有上战场 甚至到印度完全战败 仍然不见其空军的踪影 可谓狐假狐威 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印度 又大造舆论说倘若在战中 让其空军参战的话 一定能扭转战局 使得我国根本无力阻击 那么 当时我国为何要对印宣布制裁 印度空军的真实水平 会像他们战后所宣扬的那样吗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点击视频右下角的按钮支持下 您的点赞就是对解放军的最大敬意 二战之后 印度独立 一直对我国西藏地带虎视眈眈 并想抢占自古以来 就是我国领土的西藏 并多次对西藏边境地带进行侵扰 1953年时 周总理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希望同印方商量 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然而印方不但不买账 甚至还不断加派军队来我国边境地带 对我国边境进行持续的骚扰 时间来到1959年的8月 在中印边界上的朗九地区 印度的士兵们不顾国家之间的边界法协约 公然越过边境线来 这一举动明显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我国边防部队先是有好的提醒和警告 奈何对方不仅没把我国放在眼中 甚至还公然挑衅我军 形势危急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国部队开枪击毙了两名嚣张的印度士兵 印度的士兵被我国击毙的消息 被印方第一时间获悉后 印度尼赫鲁当局不分青红皂白 悍然对我边防将士们宣布发兵打击 随即边界地带上印军袭来 我军与印军展开了六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我国在获悉边界突发状况后 为了避免产生大规模冲突 依然决定让军队停止对抗 并下令主动撤到20公里以外 并对印发主动示好 做出了我们自愿撤退 但请不要来侵扰我国领土的一系列声明 中印边界的冲突让毛主席和党内高层同志们极为重视 并就此事多次召开研讨 1960年4月19日 周总理出访印度 并面见当时印度尼赫鲁当局 提出中方愿意就误会和冲突进行一系列开诚不公式的谈判 争取和平解决此事 而避免双方之间再起战事 面对中方态度诚恳的和谈 印方不仅没有接纳 反而认为中方是软柿子 他们虽找各种报复的正当理由 变本加厉地向我国边境发起一轮又一轮开火 尼赫鲁当局就此事大作文章 直言要将印度的国界线朝我国方向多推进一些 声明之中大有救我国无意伤人之事 要拿我国领土作为偿还代价的态势 面对印度当局不合理 不公正的要求 在1962年10月18日 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会议上 党内同志们开始讨论对印作战的事宜 会议上毛主席威严且坚决地说到这么多年了 我们对印度争取用最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边境上的一系列问题 然而尼赫鲁当局就是不买账 非要与我们刀兵相见 那我们也只能奉陪到底了 就这样 我国对印度宣布了自卫反击战的制裁 要印度掌掌见识 看看我军的实力到底如何 1962年10月17日晚11点 经过毛主席和党内高层同志们的反复讨论和筹划 一份作战书应运而生 毛主席正式签字 随即成立了西藏新疆军区前线指挥部 军队开始集结和备战 开始向西北西南方向进发 我国派出以张国华将军率领的藏区部队为主力 新疆地区的边防部队为辅助的边境反击力量 并且趁此机会消灭侵入加洛万河谷 以及红山头的印军 夺回我国曾经的领土 我军之前就曾成功在朝韩战场上击退过美军 同时越南战场上也让美国人闻风丧胆 我军的胜利从来不是各种先进的飞机 大炮等先进武器 而是我军一贯坚持的永不言败的战斗精神 10月19日浮晓时分 对印军的反击战斗正式开始 张国华将军当时率领驻扎在东段达望地区的战士们 向敌军开火 随即其他作战区域的战士受到鼓舞 也开始出战 他一鼓作气 率领部队在作战中势如破竹 一度重伤印军 我军的勇猛让鄙视夜郎自大的印军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10月20日 在张国华将军指挥下 西藏的边防军队集中了主要兵力 以两翼迂回的方式来包抄克朗地区的印军 印军七旅的左右两派受到我军猛烈的攻击 我军遂快速占领了卡龙克宁乃等地方 虽然中印边界是高海拔的地带 我国战士们在呼吸时会感觉到困难 但是我军战士们忍受着这极端的天气 依然跨过这片海拔较高的地区 斗志昂扬的同敌军进行战斗 终于攻克了印军在克杰朗地区抢占我国的据点 将印度军队打得措手不及 在其落荒而逃之际 我国藏江边防部队随即对其往南方向乘胜追击 收复了麦克马红线一带的我国领土 印军第七旅被我军全部见面 达旺地区被我军占领 在新疆战区的部队们也勇猛异常 面临着极度缺氧和恶劣严寒的环境 我新疆边防部队却依然顽强应对 对着入侵红山头 加勒万河谷的印军们猛烈开火 印军被我军的火力击打得溃乌成军 不得不全线撤退 时间来到了10月28日 印军侵占我国边境上的37个重要据点 被我军连根拔除 全部被清除干净 这时 毛主席健壮号令边防队伍先暂停进发 所以致电印度尼赫鲁当局 还是希望以最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下这次冲突 哪知尼赫鲁当局吃了败阵 一度又恨又气 哪能因此善罢甘休 他自始至终都看不起我国能有如此能耐 竟然把自己训练有素的印军打得前线溃败 于是在尼赫鲁等印方高层的支配下 印方不仅不领我国以和为贵的谈判 甚至还要把此事闹得更大 扬言加倍让我国偿还 随即从10月28日开始 印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一面在国内大肆煽动排华的舆论 并驱逐我国驻印度的记者 同时也对在印华人实施一系列排挤和打击策略 尼赫鲁当局随即又从民间大规模征兵扩充其兵力 随在11月11日卷土重来 以3万多的军队再次来我国边境进行反扑 面对印方毫不领情的态度 毛主席随即拍案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11月16日 我国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 从瓦弄西北方向迂回包围了印军 又增派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力量 向瓦弄扎弓和曲子扎弓等地方展开了进攻 为了教训气焰嚣张的印军 我国派四个连队从查鱼河方向对印军进行反击 在瓦弄一战中 印度十一旅的旅长担心部队寡不敌众 会重蹈七旅那样的覆辙 于是他被吓得弃军而逃 并乘坐飞机逃之夭夭 让剩下的部队为他抵挡 在我军三个小时的艰苦攻略下 印军被打得无从还手 被我军歼灭的印军就有1200多人 到了11月21日 我军一共击毙和俘虏印军达到8700多人 同时也缴获大批五字 毛主席建印军已经不能构成威胁 随即对边防军队下令 要求全线停火 主动撤军 历时一个月的中印二次战争落下帷幕 印度被我军赶回了其老家 后来再也不敢来犯我国边境 19世纪 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 英国开始接管印度的一切 并派驻了一系列的军事力量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 还成立了一支辅助印度航空的部队 二战之后 印度整合了英国人留下的一系列硬件软件措施 正式成立了空军 发展到1960年代 印度在继承英国时期的部队基础上 发展出主力作战达到25支 各类型飞机应有尽有 多达1000多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力量 成为整个亚洲地区上最具有实力的空军 为此尼赫鲁当局一时之间变得非常跋扈 并且对外放出一系列舆论称 印方的空军是亚洲地区最强悍的 印度不怕一切势力的侵扰 然而为什么印度一直到被我军完全打败 也没有动用其空军前来对我国发动一系列空袭呢 第一个原因 来自印度的主子美国方面施压 在我国与印度开展的日子 恰逢美苏冷战交锋最激烈的时期 且在1962年10月份 美国和苏联正因古巴危机 一时双发闹得不可开支 局势紧张 令美国无暇照顾印度 尽管印度挑衅我国的背后 自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但是此时的美国自己都已经陷入同苏联纠缠当中 与分庭抗礼的苏联士军立敌 时刻面临着来自对方的制裁危险 以至于美国驻印度的大使加尔布莱斯 更是严厉劝祖尼赫鲁不要轻易出动空军 否则会扩大战争局面 美国没有力量再对印度进行增援 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中苏之间尽管关系复杂 但我国毕竟毗邻苏联 一旦对我国实施空袭 那苏联岂会坐视不管 到时候会引起更大的冲突 美国自然不肯被拖入其中 第二个原因 我国的一系列战机力量对印度形成威慑力 印度得知 在中苏蜜月期的时候 苏联曾经帮助我国进行基建 并且还赠送了一系列轰炸机作为礼物 并且我国还从苏联军购了将近百架的轰炸机 这些轰炸机是苏联制造 其威力直接匹敌美国不容忽视 并且我国不仅从苏联军购了一系列轰炸机 自主也研发了一系列战斗机 对其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量 印度一旦对我国发动空袭 那么自然会引发我国派遣轰炸机来对印度进行轮番轰炸 印度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 有各种人们遗迹 印度尼赫鲁当局不仅害怕我国的轰炸机力量 更是心疼自己国家的文明遗产遭到破坏 致使其民族的文化断绝可谓得不偿失 第三个原因 印度空军力量有限 对于印度而言 尽管有着号称亚洲地区最强大的空军力量 但在实际作战当中 他们技术有限就其基地起飞后 顶多只能够攻击到我国西藏新疆地带 离我国重要的关键的城市还有一段距离 且要付出更多的燃油 如果一旦飞到我国北京上海一带 必然经不住被我国吊打 印度方面算了一笔账 觉得如果出动空军 那么不仅成本上要付出很多 且还得不到其想要的效果 只会给其带来更多的损耗 随即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 任凭印度如何向我军斗威风 制造恫吓舆论 也无法掩盖其根本不敢对我国发动空袭的根本原因 中印自卫反击战是我军在边界地带的一次大规模反侵略之战 我军坚韧地忍受着气候环境恶劣和交通运输的困难 尽管作战条件非常艰苦 但是我军却毫无畏惧地应对敌人 捍卫了我国领土的安全 沉重地打击了印度侵略者嚣张的气焰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以和为贵 从来不会去主动侵扰他国和平和安宁 但是我国也不是好欺负他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组织对侵略者的态度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我 人若犯我 离让三分 再若犯我 斩草除根 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更是神乎奇迹 战无不克 攻无不胜 尽管印度仍然对我国发出一些胡家虎威的言论 并且在美国的怂恿下 还对我国虎视眈眈 但是印度根本不敢再与我国作战 毕竟曾经被我国打败过 也就只能逞一时口舌而已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出你们的看法 我会尽可能多地阅读和回复大家的评论 与大家交流互动 如果觉得视频不错请点赞分享 让更多的人